第十题,大雄准备质量皆为100克,初温皆为20度C的铜、铁、铝三种金属,查其物理性质并做记录,接着大雄将金属分别在同一热源下加热一分钟并测其温度,但记录温度时却记错位置,结果如下表,请你根据金属之物理性质将其温度记录修正成合理数据。 那我们看到这里会跟我们加热之后温度上升有关系的性质是比热,我们晓得在同样质量的情况下,比热越小的温度变化会越快,所以它最后的温度就会越高。 我们看到我们的铜的比热最小,所以它最后的温度应该会越高,所以铜应该对到的是275,而我们的铝的比热最大,所以它的温度变化应该会最小,所以铝对到温度应该是125, 而剩下的225就是我们的铁所对应的温度,所以我们铜要改成275,铁要改成225,而铝要改成125,因此第十题说,请根据金属之物理性质将其温度记录修正成合理数据。 我们答案选的是A,铜改为275度C,铁改为225度C,铝改为125度C。